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當天被抓進去以後我在想 就是從三一拜來到底有多少 像類似的事情發生這樣 收證的遠景就是拿那個 收證的DP就 從後面這樣敲我的頭然後超級痛 其實在這邊我們會想要去呼籲檢察官 你們可以善用你們手上的一個法律 與國家賦予你的權利 而並不是成為國家的打手 所以呢你是一個公益的代表人呢 你就不能夠變成是一個偵查的一個工具 我們是希望透過這次的記者會 能夠打破這樣子國家一個 對付人民的這個方程式 那我們醫務律師呢 會持續對警察這些違法行為 再持續的提出這個訴訟上面的這些行動 之所以今天要召開這個記者會的原因 我們要控制國家濫權 我們發現警察一直在亂抓人 然後警察官在護航 但是呢法院最近慢慢的有一些裁定 以及有一些法院的裁判 讓我們覺得我們的司法 似乎有那麼一點點給人民信心 以及有那麼一點點可以 復甦以及保障人民的跡象 警方一直在講這個口號 他們保障合法去立非法 但是重點是合法非法是他們認定的 我們在第一線的經驗是 只要你有阻礙到警方 只要你有稍微讓警方感到不滿 你馬上就變成是非法 你就是現信犯 然後你就是妨礙恐怖 馬上就被逮捕 檢察官的行情表就是 只要是警察抓過來 我就無限的聽 這是一個通案的問題 這不是只有兩個個案 因為檢察偵辦的時候 就是你只要是警察送過來 有是這種所謂的知識分子 檢察官是很不耐煩的 檢察官是馬上認為 我給你限制住居 好像是對你的恩惠一樣 但是他並沒有想到 限制住居是GR的替代手段 他審查像GR一樣的要件 一樣的審查嚴格 所以我必須要再三的強調 這兩個個案 並不是個案 而是事實上 我們在第一線遇到的情況 只是這兩個是非常非常誇張 連法院都看不消極的個案 當時的陳先生呢 他是在4月29號那一天 在立法院附近周圍 那個旁觀 那個反核的行動 那他沒有任何犯罪的行為跟動作 只是看見有人被警方的盾牌 那灰倒在地上 那他想要前去把那個人扶起來 就這樣子而已 那結果呢 馬上遭到警察的過肩摔 那導致陳先生受傷 之後還被警察上銬 那送到警局 在我已經很多次跟警察提出 應該要立即製作這個筆錄的要求下 警察還將我們從下午一點 留到晚上七點才開始製作筆錄 那根據刑事訴訟法一百條之三的規定 如果這個犯罪行為人提出這個立即訊問的要求 警方應該要立即製作筆錄 可是警察當天的行為完全是違法的 不只違反刑事訴訟法 他還對我們當事人造成了這個刑法上的傷害罪 以及剝奪行動自由罪 那當天後來陳先生到了地檢署之後 是由我負責在地檢署的覆訊 那在覆訊的過程當中 那我們也希望看到 檢幫能夠提示怎麼樣能夠證明陳先生 遭到這樣拘禁傷害的一個事由後證據 也就是所謂遭到現刑犯逮捕的證據給我們 結果檢幫在當天的時候 提示的是一個 先提示了一段來自錄影片的截圖 那錄影片的截圖裡面 提示了四張截圖 結果截圖裡面 任務出來誰是哪一位 是陳先生 後來檢幫就撥放整個彩色錄影帶 那撥放的結果 也非常清楚的 擋在立委坐車前面 有可能會被認為是現刑犯的那一位 根本不是陳先生 你竟然沒有任何一個犯罪證據 可以證明這個人 有所謂任何涉嫌犯罪嫌疑的部分的話 那你應該不應該給他任何的強制處分 結果檢察官一來裁定限制住居 那限制住居他必須要有兩個要件 第一個是實體上你必須要有一定的理由 認為他大概有可能是辦這個罪 第二個是他仍然是要有可能有 讓你的偵查程序難以進行的 所謂激壓保全證據的 保全後續程序的原因 那我們對於這樣的限制度居 我們非常不能理解 於是我們提起了準抗告 像法院申請裁定 就是關於所謂裡面所有的證據 經看見內容之後 軍衛艦申請人也就曾經稱 有何涉及妨害自由犯嫌之行為 那就連證人原警也無法確認 遭逮捕這申請人 是否就是涉嫌妨害自由的行為了 也就是說原警在無法確認這個人 是不是就是擋在車子前面的情況下 就對他決定用逮捕 對他決定用過肩摔造成傷害 並且剝奪他的行動自由 長達接近半天之久 而在這樣一個市政的狀況之下 檢察官卻仍然予以限制住居裁定 那我們也很高興法院能夠去辨別這樣的狀況 然後撤銷這個限制住居裁定 但是這樣的狀況我們發現 是在這樣一個集會友情活動當中 從前端的警察到後端的檢察官 都沒有盡力的盡到一個公正公平的義務 盡到一個對也該保護人民義務局 去探究真正的事實 然後再決定自己該動用自己的怎樣的權利 後來我被那群警察抓進去以後 我發現他們這一群特別跑出來保護 第二座車警察他們身上都沒有被張 他們穿的制服跟型的一樣 被警察摔了以後 脫刑從大概入口很長一段時間 脫刑進去以後 希望我可以馬上跟外界聯絡 因為我身上的財物跟東西全部都遺落了 那我希望我可以撿回我的財物證件什麼的 或者是我可以立個通知律師 因為我真的是不清楚他們是以什麼現刑犯的方式來抓我 基本上我對檢察官希望我不要講多餘的話 這我不太能理解啦 我覺得這些罪名是先設定好的 所以我覺得檢察官在判決的時候他完全沒有 在判決的時候他沒有 沒有站在公正公平的上面去看待 反而一直在那個錄像跟截圖的視頻 一直想要找到可以定我最的地方 在5月9號的時候 有部分的公民跟學生 他們來到了台北市政府 主要是針對於說 台北市捷運局 他們長期在樂森兩院這個地區施工 而造成了防護塌陷的狀況 一直沒有做一個正面的處理 那請求台北市政府來出面來面對這個問題 那他們行使的是一個集會言論自由的表議權 那可沒想到現場的警察以優勢的警力 推擠了現場的少數 其實單一聽現場的群眾是非常少的 那所以警察他們完全是包圍了現場的群眾之後呢 他們其實在用力推擠的過程之中 已經造成了現場許多的群眾已經跌倒在地 甚至跌成人牆了 可沒想到警察這時候居然逮捕了現場包圍的都是學生 那他逮捕的過程其實非常粗暴 甚至是馬上上手銬的這種方式 那在整個案件移送到了檢察局 然後之後移送到檢察署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認為說我們看到的一個事實 應該檢察官也看得到 可沒想到檢察官對於八位的學生 他們其中的六位都做出了限制住居的一個處分 檢察官他所提示的一個證物 所顯現是在偵查程序中的證物裡面 只有警察他們製作的少數的現場的截圖 而且那個截圖許多都是與偵查過程裡面的當事人不相符的 那之後我們就對於這個六個限制住居的處分提出了準抗告 那令人很可惜的是 日前法官都撤銷了這個檢察官所做出的一個處分 法官在那個理由上他講得很清楚的一點是說 在檢察官他在訓問的過程裡面 並沒有就被告有任何積壓的事實進行調查 也沒有去告知限制住居同時的時候 申請了他們是犯了什麼樣的犯罪嫌疑重大 而且有什麼樣的積壓原因 那而且在於整個市證裡面都沒有顯現出 有刑事訴訟法裡面的一個積壓的理由存在 而認為說檢察官他的處分是不符合法律而撤銷了這個原本的處分 那其實在這整個脈絡裡面我們可以看到說 在近來其實檢察官他在於一些面對於街頭抗議者的行使 憲法上權利的時候 他們似乎都給了一個最低消費的一個形式就是 你好像上了街頭我就要給你一個處分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會看到的是說 法律好像是淪為了權利者的一個工具 所以其實在這邊我們會想要去呼籲檢察官 你們可以善用你們手上的一個法律 與我們國家賦予你的權利 而並不是成為國家的打手 那檢方公益代表人大家都應該都能夠理解 那檢方既然距離現場變遠 那又以公益代表人自居啦 自居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他當然要看一下搜證錄影帶 那如果發現是錯了 那當然就要馬上採取刺毀的一個結果 那毫無理由的認為說限制出去有什麼關係 我限制你出去有什麼關係 有什麼了不起的 限制你一下 對不對 可是讓人民的感受是完全不同 因為大家也了解就是保護 對於檢察官辦理中的個案沒有辦法 就是不宜去幹 所以這是組織法還有這次的法 原則的規定 那今天就是 市改會這邊有準備的資料 我們會帶你去放檢察官這些這樣的事情 那我想這兩個案件 它是一個現刑犯逮捕的案件 那也檢舉了相關的這些事證 移送到地檢署 那對於檢察官的一個裁定 以及我想剛剛提到的後續法官 到法院去抗告 這個法官的一個裁定 我們予以尊重 那當然對於剛剛這裡面 引發的爭議 我想這一部分 我們也會配合檢察官 對後續案件的一個偵查 對於剛剛所提到的相關疑點的部分 我們會配合檢察官 來這部分做後續的一個查證 來予以離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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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予以離親